首相拿多斯里安华远赴美国纽约的第二天 再次化身为顶级推销员 不仅和多位荣登美国500强的企业代表会面交流 还获得四家龙头企业来马投资的正面回应 他们分别是谷歌 波音 美敦利和西门子医疗 安华强调 美国依然是大马的第一投资者 我国也正在努力改革 除去繁文入节 以简化外国企业前来我国投资的流程 首相安华远赴美国纽约出席第78届联合国大会 不仅忙着和多国领袖聚首谈论各项重要议题 也卯足权力招揽外资 拓展美国企业来马发展的可能性 安华在中美决力战白日化的结果眼上两边跑 却始终抱持中立态度 更阐明 即便中资近期大量涌入马来西亚 但美国一直都是大马的主要投资者 也是财政部长的安华披露 美国从八年前 也就是2015年开始 就一直是我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但是今年首六个月 美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数额就高达18亿4千万令吉 创造了1558个就业机会 为了让更多外国企业能无后顾之忧来马投资 安华承诺 大马政府正在进行必要改革 创造更友善的商业环境 方法之一就是简化来马投资的繁文入节 我们统签的社会 也认为何商店 创造辞联系 产生的信号 是为了 优客朗 ém 最近 从 澳闹 达 达 首相纽约之行第二天出席了至少10场的会面和会议 其中一站就来到了纽约哈佛俱乐部 和15家来自美国500强的企业代表会面 包括民宿短租平台爱比营、亚马逊、波音、金伯利等等 吸金利超强的安华也再有斩获 来自谷歌、波音、美敦利和西门子医疗的四家巨头企业 都表明了来马拓展营运和业务的意愿 为我国经济发展再注入一剂强新增